读书可以延展 生命的长度 提升境界的高度 触摸灵魂的深度 没事早睡觉 有空多读书 刷屁害也 没弱 枕书已年 阅读可以帮我们 建立起第二连进 阅读也可以帮我们 建立起第二社会 读书带我们去无尽的远方 也让我们领会 世界和人生 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南京 六朝古都 传承千年文学传统 《英治憾》 文学最大的一个能力在哪 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要走心 我经常认为一个城市是有精神和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来自于它的书卷子 来自于每一个市民的阅读的习惯 以及对经典接受的心态 一位学者曾经这样形容南京的美 他说古诗金灵之美 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美在山川行生 美在四季锦绣 美在厚重沧桑 美在民风淳朴 这个城市的街道上 我们能够感觉到 我是曾经和那么多的文学巨匠 共处于一个空间 又曾经被那么多深刻的 铭刻在我们记忆中的文学作品 所书醒 一个有着丰厚的文学记忆 文学经验和文学传统的城市 一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